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究竟有多大 说出来或许会让您瞠目结舌 它占据了全球总面积的九分之一 面积相当于两个美国 二十四个法国 四十八个德国 七十个英国 东西跨度达九千公里 坐飞机需飞行十个小时 南北宽度四千公里 几乎等同于整个欧洲的南北跨度 这个国家便是与中国和北欧仅有一国之隔的俄罗斯 它横跨欧亚两个大陆 绝大部分领土在亚洲 却被视为一个欧洲国家 如此广袤的面积 人口却仅有1.46亿 与我国广东省的人口数量相差无几 平均每平方公里还不到九个人 您或许以为俄罗斯地广人稀 没什么可看的 然而真实的俄罗斯 其美景足以与瑞士相媲美 极光不逊于芬兰 教堂不输给意大利 宫殿不弱于法国 世界上最深的湖泊贝加尔湖 世界上最长的内流河福尔加河 亚洲第一大平原 西伯利亚平原 结在此处 他们的猎疤不仅能果腹 甚至还能用来磨刀 俄罗斯被称作战斗民族 熊见的熊见了他们都要逃窜 常常因其过于飘悍的作风而罢瓶热搜 虽说人口稀少 但俄罗斯的艺术造诣极高 文学领域有普希金 契赫夫 托尔斯泰 音乐方面有柴可夫斯基 舞蹈领域芭蕾舞剧 天鹅虎举世文明 教堂有着数不尽的洋葱头造型 宫殿有东宫和叶卡捷琳纳宫 就连修建地铁 他们都能营造出欧洲皇宫的氛围 这里不仅有世界上最繁忙的地铁站 而且建造的比博物馆还要美轮美奂 二百多个地铁站竟找不到一处重样的 难免让人产生错觉 这真的是我花几块钱就能涉足的地方吗 同样是坐地铁 您在匆忙赶路 俄罗斯人却仿佛在游览宫殿 我们的外卖叫饿了吗 俄罗斯的外卖叫饿死了吗 管您饿不饿 反正我累了就要休憩 看似飘悍的外表下 实则也有着一颗柔软的内心 不知您最想和谁 一同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去旅游呢